許淑華的今天議長打響的不只邱毅贏的臉 還有自己藍營女神的名號 倒喝電話接到手軟 線畫上還寫著三個大字打得好 許淑華所到之處廣受偶像式歡迎 更有網友盛讚堪稱藍營版的省力女超人 最開心的還有這群人 先前李永德事件邱毅營囂張入警 如今一掌下去累積已久的悶氣 煙消雲散 更有眼尖的遠景發現 許淑華這一掌跟綜合逮捕樹中的 內穿手成高數有八成下 同樣的站穩馬步切入死角 閃躲攻擊反手壓制臉部 不少遠景認為除了後續的逮捕 前段確實有幾分神似 但反觀被打了 邱毅營第一時間要求到現在 臉書淘拍卻遭到網友猛酸 打你是為你好 希望能有醍醐灌頂的感覺 還有人說看了好療癒 第一次認同邱毅營 認同他被揍是應該的 回顧過往邱毅營踹門 比中止行徑之跋扈 也難怪風向一面倒 網友直呼不是不報 只是時候未到 更何況二零零九年 邱毅也曾對李慶華 怒甩巴掌 蔡英文第一時間可也是表態力挺 甚至於挑釁 其實他應該所受到的譴責 比這種肢體上的衝突 要來得大 按照小英的標準 挑釁的人挨揍也是應該 恐怕許淑華的一巴掌 也是符合蔡總統的英式標準 接著華少平 張宇軒 台報道 極 極